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6月15日 乌拉圭一盏瓜切菜 周四清早 国有赛迎来一场较量 届时乌拉圭将面对尼加拉瓜 两支球队实力上差距明显 尼加拉瓜更是最近刚刚遭遇失利 防守表现实在糟糕 乌拉圭本场比赛赢面非常大 虽然乌拉圭没有将知名球星费特利高华为迪等人招揽入大名单 但其球员整体素质更高 并且将部分U20世界杯冠军成员带到国家队 力球练兵和展示他们的实力 故此乌拉圭球员的战斗欲不可忽视 在此前的U20世界杯决赛取得全场唯一入球的卢斯安努洛迪古斯 获得这次进入大名单的机会 这位年轻前锋首次入选国家队 他的表现值得期待 此外 乌拉圭这次大名单 布伐洛迪高萨拉莎和奥拿萨这些在欧洲四大联赛效力 并且首次进入大名单的球员 乌拉圭考察这些球员的意图 也非常明显 球员们也会珍惜展示自己的机会 在三月所进行的二场有益赛 乌拉圭面对南韩和日本都能保持不败 球队表现可圈可点 本场面对实力明显不足的尼加拉瓜 乌拉圭赢面大 尼加拉瓜可谓名不见经传 球队目前Fever排名140位 历史最高 也只排在92位 足见这支球队的实力有多弱 由于实力弱 尼加拉瓜甚少出现在周际比赛的决赛周 未曾参加过世界杯 在各项外围赛中都属于送分童子 球队组成上看 积极蒙迪斯是全队唯一效力八甲的球员 其他人员都是在本土或较低知名度联赛所效力 完全无法和乌拉圭相比 即使后者今次大量使用新人 在最近的友谊赛中 尼加拉瓜以2比3不敌巴拿马 前者的防守表现糟糕 即使率先入球最后都要输播 有见即此 尼加拉瓜本场比赛失利几成定局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